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看了节目做了功课 特意来挑战石磊老师的李金娇 欢迎三位 三位是助胎嘉宾 管答不管对 真正的答题权 在现场20位答题者的手中 尽量保证你的正确率 因为全场设有三档奖品 祝你们好运 马上看看我们今天的欢乐大猜想 将探寻何处 安徽奇门 地处黄山西路 是一个阴茶而红的晚南小城 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阴茶而新 现如今 奇门乡早已享誉世界 抹不去的灰州印记 与众不同的手工词制作记忆 流传至今 满头窑的炉火 百年不息 作为灰菜发源地之一 中和汤 是奇门人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菜窑 新增的肉丝糕 也还是一样软墨坛牙 这里有着高山 丛林是传说中的天然氧巴 这里有着秘境 流水 是珍贵洞植物的天堂 奇门承载古一株的底蕴 正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好美 好美 都说深山宝藏多 上面带领大家看到的 在奇门的深山里的这种 宝藏呢 它非常的 狡狭 第一 奇门多山地和丘陵 植被茂盛 当地人经常要在山间劳作 随着天气转暖 又到了每年的采茶季 每座茶山 都能看到忙碌的采茶人的身影 而此时 一群不速之客 也开始行动了 五步蛇 竹叶青 短尾腹 这就是奇门三剑客 在奇门地区最常见到的 就是这三种蛇 生活在当地的人们 经常会跟他们打个照面 我们现在看的这条蛇 它的中文名叫肩吻腹 俗称叫五步蛇 我们民间呢 为什么说它是五步蛇呢 因为它特别的凶猛 排毒量大 咬到以后说 传说走不出五步人 就得晕倒 当然是夸张的说法 五步蛇呢 它的毒素是血寻毒 是破坏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蛇 叫竹叶青 它的中文名叫福建竹叶青 刚好现在是采茶季节 茶龙非常容易被它咬到 这个蛇是血寻毒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蛇呢 叫短尾腹 这个蛇 别看它体格小啊 这个蛇也是剧毒蛇之一 它的毒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在中国咬伤人的发生率 非常之高 这个蛇 它是混合毒素 是神经毒素和血寻毒素的混合毒素 考虑到当地多发被蛇咬伤的情况 奇门蛇商研究所应运而生 奇门蛇商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华东地区 乃至亚洲最大的蛇商救治基地 因为我们晚能山区啊 现在马上三四月份 四月份之后茶叶出来了 山山采茶的茶龙 很容易不注意就必射药了 所以我们奇门蛇商所呢 作为一个科研单位 还有承担着对老百姓 蛇商急救这一块 对我们来我所看病的人 治愈率基本上达到百分之百 蛇商所的医生们 除了给病人治疗蛇商 经常还要担负起 野外抓蛇的任务 这一个个子 今天老乡在这里发现一条蛇 我们过去找了就注意点 是在这里 所以我们过去找了就注意点 好吧 发现了啊 过来 来 这边这边 来来 这这里 来来来 一条蛇不大 来 来 不是很大 来 来 眼睛多 这个蛇不是很大 好 这个地方 这个蛇的环境非常好 这个蛇在这边比较好抓的 我现在把它抓起来 让草一点多 我来把它按住 这个蛇挺活跃的 抓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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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蛇非常好 这个蛇非常好 如果我们野外遇到蛇 不要惊慌 一般蛇类不会主动攻击 只要远离就可以了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齐门蛇伤所也不仅仅只是治疗蛇伤 还在对于蛇毒的应用上 不断地进行探索 那么问题来了 没想到吧 这些危险的小家伙 不过必然要称他们为宝藏 因为都是万物之灵 第一题 请问 哪种蛇毒的提取价值最高 先向A 虎部蛇 B 竹叶青 C 短尾 复舍三位请判断 第一题三位就完全分裂 我是奇门女婿 我媳妇就是奇门人 所以今天你说这些题 她答对了都是送到嘴边 答错了那就是送命人 她答错了送命 郁同学 你选C理由 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视剧 这个电视剧里面有一个人物 叫郭靖 之后她又碰到了 一个人物叫周伯通 中了蛇毒 郭靖救了她 以毒攻毒的方式 周伯通中的毒啊 就是欺毒欧阳峰下毒 是是是 重点来了 她养的蛇就是腹蛇 金庸先生的书 支持度其实是挺高的 我判断啊 以毒攻毒 副蛇 它的提取价值 肯定是最高的 所以我选C 端位副蛇 价值首先是经济价值 或者药用价值 是 蛇毒是一种药来的 在体型上的话 五部蛇是 这三种蛇当中最大的 排毒量也特别大 你不要一直提 它体型大量大这事 那样就不值钱了 你看看 对嘛 你看看 人家两个人完全可以 借我这个力道给他 是小所以才经贵啊 对啊 竹叶青它的毒性是最高的 所以它的提取价值 也就是最高的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 片子里啊 三种蛇的这个形象都有出现 只有竹叶青它的颜色 是最鲜艳最漂亮的 哇哇哇 那么在自然界当中啊 一般都是越危险的东西 它就是越鲜艳越漂亮 那个叫警告色 对对对 警告色 竹叶青那个色呢 不是警告色 是它的隐蔽色 为什么是五部蛇呢 是因为我跟我太太和他们家人 聊起来当地的蛇的时候啊 听到最多的词汇就是五部蛇 说过情绪 第一道题就来这么生猛的 蛇毒的提取价值最高 就锁定唯一一个正确单了 二十位 这是全场第一题 祝你们好运 动手 接下来评显一下 选项的分布 五部蛇八位 竹叶青六位 剩下的六位呢 是给了副蛇短位副蛇 支持率就算是持平了 嗯 是不是 那这一题 只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 能对 这仅仅是第一题 那么到底 正确的判断 是哪个呢 一起验证一下 蛇毒的研究 首先要从蛇类的人工饲养开始 这样可以避免野外环境中的 各种病菌 竹叶青是属于辅尸科的 但是竹叶青呢 它这个养殖呢 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呢它这个取毒量呢很少 因此呢 虽然它也有一些 一部分的血腥毒 但是呢基本上呢 我们目前没有开展 人工的规模化养殖 虽然竹叶青没有规模化人工养殖 但是奇门五部蛇 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人工养殖 在这里就有近万条五部蛇 这个养五部蛇的关键 非常好 卫生管理非常之重要 预备好的一个空盒子 然后呢 这个有分辨的石 把它给勾过来 但是我们呢 打开盒子是不能用手 这样的话 极有可能它直接就创过来 所以我们全程要用工具 不要大意 用工具可能会慢一些 但是依然不会影响到 我们工作的质量 勾过来 好 放在这里 OK 采集蛇毒的过程 是相当危险的工作 即便楼下就是蛇伤医院 也不能有半点马虎 五部蛇的蛇毒容量 远远大于其他蛇类 两条短尾腹 才能与它的毒量相当 采集后的蛇毒 需要进行稀释 才能进行后续的分离研究 经过各种精密仪器 数小时不间断的工作 最终会把蛇毒的不同成分 分离到不同的试管中 这一管呢 是相当于 这个五个小时呢 流出来的 这是 这里面的主要成分呢 是抗氧的 可以对我们这个 机体的这个 严重的血栓 老血栓呢 或者其他动物的血栓 有非常好的治疗作用 这个小蜂呢 很有意思 这个呢是抗皱的 可以拿着做美容化妆品 这个部分 这个是一个抗空的作用 原来五不蛇的蛇毒 可以提取出这么多宝藏 相信通过不断深入的研究 我们还能发现更多 关于蛇毒的妙用 正确的 哎 五不蛇 耶 女婿答对了 哈哈哈哈 给丈母娘家争光了 来看一下这一题 正确的 所在正确的八人 所在透的十 二个人 三分之一强的人 对了 收回情绪我们准备进入下一题 说到这个惠州茶 特别是奇门的红茶 那一顶一的好名声啊 而且一顶一的好味道啊 接下来 带大家感受的就是 红茶皇后的魅力 请看下一题 提起奇门 首先让人想到的 当属红茶了 奇门红茶 是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 早在一百多年前 便以享誉世界 未受推崇 为什么一个 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县城 产的茶叶 能有如此大的魅力呢 晚南雨水和阳光充足 在生发的季节 总能孕育出 独具高香的茶叶 这是我们当地特有的品种 明前把它们采下来 一牙一牙 拿来做明优茶的 清明前的茶鲜嫩 口感清香 清明到古语间的茶成熟 口感醇厚 人们会适时采摘 制成相应的茶 当地特有的高香珠叶种 是奇门红茶成功的 第一个关键要素 奇门做茶历史 可以追溯到唐朝 千百年来 当地几乎家家户户 都会做茶 所以很少有人敢说 自己做的最好 老谢做了五十多年茶 直到做茶的分寸 奇门红茶 首先第一步就是尾雕 像这样均匀地散开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自然脱水 达到叶子 带点浅灰色 柔软了 尾雕就成功了 尾雕后 青叶揉碾十分讲究 揉的力度和姿势 直接决定了发酵的成败 只有将叶片内元素充分释放 拧出茶香 使每一个根叶片都纤细成条 才算完成 匠人的经验也是盛茶 十分重要的因素 早年间茶叶运出奇门 分东南西北四条道路 茶叶已就近被分成 东南西北四路茶 将各路茶集中制作 因生长的水土环境不同 发酵催生了不一样的化学反应 发酵呢也找一块湿布 静置六七个小时 做茶叶 达到紫铜色呢 发酵就好了 不过 对于奇门红茶来说 发酵 烘焙 只是完成了粗制 工夫茶的名头 正是因为接下来的精致工序 才叫响的 精致的过程也是摔打 筛分的过程 虽然工序反复 但这是决定茶叶品质的关键 筛子根据孔洞大小 分十多种 摔打过后的茶叶 经过筛选分出长短粗细不同的浩头 这是最费精力和体力的时候 漫长的精致过程 茶叶经过精挑细选 最后成品 还要再经历一次拼配的过程 将不同好投的茶叶 按照一定比例称重 精细分配 这样才能做出最正宗的奇门红茶 那么 问题来了 这三位有福了 我们带回来 给三位嘉宾上 前面红茶 好 谢谢 谢谢 是那味 这个茶的回甘特别好 而且茶汤看起来是挺透亮的 对 它颜色就很好 而且闻就很香 都尝过了吧 尝过了 那 用问题来印证吧 听 听 请问 奇门红茶制作过程中 把不同茶山茶叶 拼配的作用是什么 选项A 口味更好 选项B 统一配送 选项C 调配等 其单选题到底是哪应的清判断 A C A 最后女婿先说 石磊 我每天都喝茶 就像我们喝酒一样 你如果是新酒 你喝会辣 但是我再一两滴沉酒进去 这个酒就不一样了 茶呀 它也有这么一个混合过程的 它不同的山头 不同的坑口 不同的地方 它长出来的茶 是不一样的 它要让它整个混合在一起 咱们中国的茶文化和酒文化 其实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一切为了口感和味道 一切都是为了口感和味道 所以你点头了 你不是把它当作你的竞争对象 他刚才讲的时候你频频点头 我觉得石磊老师可能是蒙的 不同茶山产出的茶叶 它可能口感上味道闻起来 可能都会不一样 跟它的降雨量 跟它的日照等等都有关 把这些茶叶都汇总起来 就是为了口感更好 这不就是刚才石磊那套吗 对 你为什么要反驳我 我觉得其实我这个选项 是包含了它们两个的 所说的全部内容的 我怎么讲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关键词 拼配 制茶是需要拼配的 一座茶山的茶叶是很难满足 很难达到这个要求的 那么我们就需要 把各个茶山的茶叶 都汇集在一起 为了这个举行一场统一标准的考试 豆茶 对 就相当于是跟我们 古代的科举考试一样 科举考试是要选出其中的状元 那么不同茶山的茶叶呢 选出茶叶中的茶王 它选出来然后呢 把他们各自的优势 把他们各自的优势 发出来成为一款最优质的好茶 所以我认为就是C 调配等级 没人选B 统一配送 但是保不齐20位答题者 有人就选统一配送 20位请判断 看一下选项分布 看 两个火星人 那就选B 选择A的有7位 更多的人倾向于调配等级 我这是一个好商品 这一题 验证一下 正宗奇门红茶 讲究外形调索 紧接细小如眉 苗绣显豪 色泽乌润 茶叶香气 清香持久 似果香 又似兰花香 国际茶市上 把这种香气专门叫做 奇门香 茶叶汤色和叶底颜色 红艳明亮 口感鲜醇酷厚 那么 奇门红茶拼配 到底是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奇门红茶的原料 来自东南西北四路 其中东路的茶 多作为绿茶的原料 应用较少 南西北三路 成为了奇门红茶主要供应地 南路的茶香味最好 西路的茶汤色最好 北路的茶调形最好 单一的一项优势 并不能达到好茶的标准 要想得到最高品质的茶叶 就要集中几路茶的优势 按照不同的比例和好头拼配 这样才能获得 满足各项最高品质的奇门红茶 正确答案C 交配等级 看一下 看一下正确率 不大正确的11人 后的呢有9位 好 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奇门之旅吧 下面我们要去探访的是古牛匠 好 那这里有以熊 奇和险著称 来吧 去看山景 下一题 奇门古牛匠 它是黄山山脉向西延伸的主体 古称西黄山 古牛匠以熊 奇 险著称 山月风光 秀美起立 境内有三十六大风 七十二小风 三十六大叉 七十二小叉 漫步在古牛匠 气温舒适 阳光柔和 空气中含有大量富氧离子 高于正常值数倍以上 让人心旷神怡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 古牛匠的生物资源也非常丰富 这里有完备的生态系统 野生动植物超过一千种 所以这里也被称作 华东地区动植物基因库 古牛匠的物种非常丰富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物种 古牛匠地区有脊椎动物三百多种 为了更好的保护和观测 保护区内的珍惜野生动物 保护区设置了数十台红外摄像机 很多珍惜的野生动物画面 就是由它们拍下的 现在看到的野生动物的图像 就是我们古牛匠保护站 通过红外线监测所拍摄的画面 我们保护站总共在全区范围内 补设了34台红外相机 监测到了国家级一二级的野生动物 也是比较多的 生活在古牛匠的梅花路 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物种红色目中为冰微级 由于梅花路警惕性极高 日程观测难度很大 未来保护站也会调整 红外摄像机的部署位置 期待梅花路出现在镜头前的一刻 那么我们的问题也来咯 听题 请问在古牛匠风景区中的梅花路 用什么来标记领地呢 选项A 眼周分泌物 选项B 排泄物 选项C 破叶的气味 请判算 我选择的是B 排泄物 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大部分的哺乳动物 它们都是用排泄物去标记领地的 小猫 小狗 狮子 老虎 狼 那用排泄物标记领地 它的留存的时间也会相对比较长一点 它举的什么例子 猫 狗 狮子 老虎 什么 吃肉的 略实性 吃草的和吃肉的 咱们这个分泌物和排泄物 它这个味是不一样的 牛 羊之类的 它会唾沫的 唾沫其实它的味道是特别重的 另外一个 眼周分泌物 这个是必须得通行的 它等哭出来的时候 它才能分泌眼周分泌物 哪有那么多想流就流的眼脸水啊 石磊老师刚才说 肯定不可能是眼周分泌物 我就说肯定不可能是唾沫气味 我也不认同 肯定 当然你的分排泄物我也不认同 因为我知道一个梅花鹿的小知识 梅花鹿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为什么永远是水汪汪的呢 因为它爱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 这就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 给它个掌声鼓励 浪漫 浪漫 这眼睛怎么做标记 除了浪漫 还有一点是真正的知识 梅花鹿眼睛上有一层反光膜 它在夜里有感光的功能 所以它的眼睛会流出分泌物 肯定也是标记领地的 好了 谢谢三位 刚才各位的这个提问 包括各位相互之间的质疑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 标记领地到底用哪种方式呢 单选题 20位 请判断 谢谢 来评浅一下选项分布 8位 选择A 眼睛B 3位 站到了9位 将近一半 严正一下这一题 梅花鹿标记领地 它是通过它的眼珠周围的这个类线 分泌物 像这个树枝上涂毛 进行一个领地的标志 其他动物大部分标记领地呢 是通过排泄物来标记的 这是主要区别 古牛匠国家级奇门自然保护区 自1982年6月成立 完好保持了原有面积和生态 森林覆盖达到97.9% 为了古牛匠的绿色生态 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功不可没 我们保护区管理站 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我们森林资源的管护 主要是森林防火 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 通过所有工作人员的努力 已经确保了我们古牛匠保护区 森林资源万无一失 所以正确答案谁 野生分明物 十雷老师 你还是那女婿呢 你连选都没选对呢 好了 来看一下本题的正确率 回答正确的八位 回答送的有十二位 一共六题 三题已经完结 我们简单地来统计一下 有没有人全对的 来 平行 好珍贵啊 答对三题的仅有一人 两题九位 一题六位 来吧 不管他是谁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好了 我们接着 接着我们的题目 好 下面满足这个小李小芳 和小石同学的愿望吧 吃 好不好 终于来点吃的了 没有什么毒啊 什么眼泪之类的 好 年糕 年糕特别的多 没错 对 那个水煮年糕 糖水年糕有些爱吃甜的 有些爱吃咸的 有些打着吃 有些煮着吃 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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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原材料到制作方式 甚至到叫法都不一样 那么下面呢 我们去到了奇门 到那里看看奇门的年糕 它的年糕的特点是 我相信大家都没吃过 叫奇门肉丝糕 加了肉了 好 来吧 下一题 奇门高堂村 是中国传统古村落 建村于唐代 距今已有千年历史 当地特色小吃 流传着高堂的高 高堂的糖的说法 这里的高指的就是肉丝糕 切开肉丝糕 红白相间的纹路 极具视觉诱惑力 美味的肉丝糕 经过岁月的演变 多种吃法 不论是煎炒油炸还是烧烤 都可以见到肉丝糕的声音 在当地是老少皆宜的传统美食 肉丝糕不同于一般年糕的制作 需要先把糯米砸成米粉 把糯米放入几代人共同使用的石旧中 木锤反复砸向糯米 最终一粒粒的糯米就变成了米粉 肉丝糕的白色部分就准备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肉丝糕的红色部分 肉丝糕的红是用老猪肉混合红曲米 红曲米不仅可以让肉丝糕的红更加艳丽 还有一个神奇的功效 我们这个肉丝糕是放了一点红曲米 第一个它这个效果是起到上色的作用 就是那个糕红红的 然后第二个因为糯米是不易消化 红曲米能起到消化 搬出消化作用 一颗颗被揉捏成团的猪肉糯米 整齐摆放在蒸屉上 摆满后就可以把蒸屉放入木桶中 剩下的米粉也不能浪费 均匀撒入木桶内就可以了 蒸肉丝糕需要足够的耐心和体力 蒸不够时间容易加生 每隔一段时间还要不断地翻搅肉丝糕 为的都是让糕的每一处能均匀受热 经过半日的光景 肉丝糕终于可以出筒了 那么我们的问题也来咯 我们看到了 不过没有灵密见绝地看到肉丝那个感觉 请 听 听 肉丝糕制作过程中所使用的范增 是指什么 选项A 石灸 选项B 木桶 选项C 声T 请判断 石磊先来石灸 为什么你说石灸 大家都知道黄山的山美 石美 松树也美 当地的石头太多了 用石头做的产品也特别多 笔墨纸燕当中的燕 舍燕 那不就是个当地的石头做的那个燕吗 对不对 所以除了用来做燕以外 当地还把石头用来做一种器皿 石灸 对 你相信 这种器皿 你看这个范增的凳子 曾经是个瓦 现在我们用它来盛饭 所以它就变成了石灸 而且这个肉丝糕整个的制作过程 和石灸的关联简直是太大了 所以它肯定是石灸 那我认为那是木桶 为什么呢 有饭增嘛 有饭增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成饭的一个容器 对 在我们广东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小吃 叫做木桶饭 对 它就是拿这个半煮熟的米饭 放到那个桶里 上面铺上这个菜 铺上这个肉 然后再把它去蒸熟的 刚刚那个片子中 这个肉丝糕 它在制作当中也是把这个 糯米浆 灯灯糯米浆 还有这个肉 包括一些调味料 它们都搅拌 调制在了一起嘛 我觉得用到这个饭增 所以我只带的就是木桶 之后再拿着它 上那个蒸屉上去蒸熟吧 我在北京 爱吃一个比较特色的小吃 叫荷叶蒸糕 蒸糕 在牛街里面有卖 而且卖得很火 我就是看那个荷叶蒸糕 是在这个蒸屉上面拿出来的 而且这两者 一个是荷叶蒸糕 一个是肉丝糕 这两个都有糕 是 荷叶蒸屉 那它为啥要叫饭蒸呢 它为啥不叫饭桶呢 那它也没叫饭旧啊 它最终 它最终瓦 代表它就是石 瓦不就是石吗 它是最终蒸出来 小芳刚才也说了 最终蒸出来是用蒸屉蒸出来的 它就叫蒸屉啊 蒸屉它可能在过去克制 克制要犯赠 蒸屉就是蒸屉 蒸屉就是石旧 木头就是木头 但是犯赠它就是石旧 它就是木头 你都是你的了 好了 具体到这道题 20位 你们选哪一个呢 请判断第四题 全场第四题 谢谢 来 选项分布看一看 选A的 十九五位 不算多 选项B 木头八位 选择C的 隆屉有七位 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一根的验证一下 这个木头 这个木头在我们这边叫放蒸 我们用来蒸饭蒸糕蒸肉丝糕都可以 我们蒸的时候呢就是锅里面放水 水给它烧开再把这个放进去 相对来讲就是一个蒸锅的意思吧 在今天肉丝糕还有新的身份 我们这边这个肉丝糕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村里面家家户户都会做 不过一般我们做的肉丝糕都是在过年前后 因为这个肉丝糕我们大年初一 大年上升晚上村里面我们家家户户啊 必吃的一个年糕 再就是我们这两年在也在政府啊 帮助下我们现在已经把肉丝糕做成了 我们高堂村的产业还带动了农户征收 新时代的高堂人将传统美食传承的同时 也探索出了当地的特色产业 有机会您也一定要品尝一口 红白相间的肉丝糕 请你答案B 木桐明显一下本题的正确率 回答正确的八位相当不错 其他十二位是错的 一半如果我都错了 来说评 回州地区自古物产丰富 自宋代兴起的徽商 便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商邦之一 而在他们之中呢 有部分商队专营词图买卖 而且文明了历史人 那是什么让奇门词图广受欢迎呢 这便是下一题 百种夹词不胜挑 既红既脆比琼瑶 灰州词的美盛在色彩和绘制记忆 放坑 拉坯前 首先要熟悉泥土的脾气 十几分钟的揉压 拍泥中包裹的气泡 被充分剔除 就可以着手塑形了 泥土柔软 将人要有充分的体力与力量 来保持守护的稳定性 这样 在拉坯过程中 还更容易定型 除此之外 奇门词图本身 易取用和易造型的优越性 也方便向人一次次地在失败中 反复打磨记忆 奇门历史上面做陶瓷 包括古代的工匠和艺人 就是到山上去把奇门瓷石 开采出来以后 经过水队加工 再到山上去 开点竹子来 把竹子和原料放在一块 放在缸里面 静置十天到半个月以后 这个泥浆就可以移用了 人力与自然相结合 凝聚出朴素的艺术品 定型的拍器 经过速烧 便可进一步蜕变 历史上 景德镇以画迹著称的 珠珊巴友 其中有一半都是灰州人 区别于他人 他们的作品 有着浓重的灰派风格 他们的技艺 也被后人逐渐继承下来 绘画当中就是 对原料的 湿这个料的厚薄 它有讲究 多了以后 它这个画面呢 就会形成一种流淌的效果 就画面就形成很散 少了的话形成画面 对原料的效果 对原料的效果 就像这些人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是有种子来看的 便会来的 不认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充分燃烧下1300摄氏度高温催发油脂与胎体右侧发生化学反应 两天两夜不停地加柴 摇变就在这个时候悄然产生 花瓶收制完成了 戴力瓶非常满意 大红的右色摇变而来 层次感十足 图案容而不腻 最主要的是胎体稳定 没有变形 没有开力 这一切归功于奇门瓷土 含铝量高 利于造型 那么问题来了 请听听 奇门瓷土历史上一直供应哪里的窑口 选项A 锦德镇 选项B 公传 选项C 德华 请判判 史丽 你先来 如果说是古代的商邦 他们做买卖 怎么样它的投入产出品比才大呢 它一定是它整个的路途运输的时间周期短 而且这个地方的消费量大 它过去做买卖它才能挣得多 奇门离景德镇是三个地方最近的 那它必然就是销给景德镇的 为什么呢 以此土多战胜啊 而且那么沉 跋山涉水 多难走得到 而且景德镇的销量和消耗是最多 最大的 非常值得开一条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一个战道出来 在当时楚州龙泉 它是设立过官邀的 设立官邀就不得了了 因为需要给朝廷进行供应 朝廷要的需求量可能会大 还有一点是皇家对品质的要求是有要求的 是 而奇门瓷土作为瓷土之王 首当其冲就得供应原材料 各个地方不同朝代都有官邀 龙泉也有官邀 景德镇也有官邀 德化也有官邀 我选的是德化 它在历史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作为一个外销到国外的一个瓷器的产地 马可布罗 他在游记中曾经赞赏过德化的瓷器的 说的是这里的瓷器是多且美 所以德化这个地方它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它要漂洋过海 把这个优秀的瓷器文化要传播到世界各地 那么它对瓷土的这个需求量也会特别的大 马可布罗来了中国 中国地大物博 有可能它下船的那个地方 就是德化 行 你它有去过景德镇吗 有去过龙泉吗 为什么德化它的外销多呢 是因为它的港口 它便利并不代表它整个的消耗大 国人对景德镇的认知会更加的强烈 关于它根词 但是我想说的是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的话 那出这题干嘛呢 对呀 都有可能 阿水请动手 评显一下选项划段 景德镇 九位 对李同学打动的有七位 同意小方妹妹的只有四位 究竟正确的判断是哪一个呢 验证一下 历史上因水路的便利 奇门瓷土主要攻击景德镇 早在唐代 奇门就已经开始开采瓷土 明清时发展到鼎盛 重重水对夹江开 未雨阴传 树里雷诗句 就是描绘当年 长江两岸 满世生产瓷土水对坊的盛况 奇门瓷土 因优质的矿物含量 烧出来的瓷器 可塑性强 持久耐用 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好 兴起单A 金特镇 这期谁能打过我们这个奇门瓷窑礼品送上 A U A 阿姨 你看这 这么多 哇 谢谢 谢谢 我 我就打开看看啊 哇 哇 哇 这很好的一个主人杯 拿去 特别好 特别好 那其他两位呢 也不必眼红 对吧 我们没有烧成好的词题 那个尼亚一人拿一把 回去抹一抹就可以了 来吧 舞题过后 看一看 二十人答题者